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生活非常平民化 丝毫没有富豪家族应有的奢侈风 陈凯琳家里除了友好宅之外 陈凯琳父亲还拥有旺角几千万的店铺 以及各个地方多个产业和公司 家族可以说是富豪级别无疑的 陈凯琳也是名副其实的白富美 而郑佳颖最近被爆出来与白富美女朋友一同去度蜜月 那时候买的居然是廉价航班 而并且在结婚的时候 郑佳颖甚至都不包兄弟们的机票 不得不感叹到虽然郑佳颖拥有一万身家 但是这样抠门真的是令人匪夷所思 不过也能看得出来 郑佳颖和陈凯琳可以说是真爱老 毕竟女方丝毫不在意郑佳颖的身价 凭借她的条件其实能够有更好更年轻的男朋友 但是她单单选择了郑佳颖 也是被她的个人魅力所折服 相恋三年的富女恋终于修成正骨 之前郑佳颖为了让白富美女朋友家人的同意 也是绞尽脑汁进一举讨好她们 不过女方家庭也没有太过于计较郑佳颖的身价 虽然一家都是富豪却也没有嫌随郑佳颖 最后郑佳颖顺利地获得了陈凌凯全家人的支持 在八月即将完婚 网友们对此表示非常祝福郑佳颖 终于找到了属于她的幸福 大家也希望她们之后的生活越来越美好